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都更完成后再搬回去 这是汉时间赛跑 我已经准备三年了 台北来当领头羊 我们先做一个成功范例 这样就可以加速进行 翻转台北 五党级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推出都更3.3竞选影片 前内政部长也是她竞选团队的政策总召集人李鸿源 也共同拍摄影片 黄珊珊强调如果有机会当选台北市长 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防灾型都更 让各区都有中继住宅协助安置 住户就不必担心都更期间住的问题 中继住宅是老旧社区 他们在都更的时候很多长辈 甚至他们自己 因为不想要离开他所熟悉的环境 而且上次已经说过了 长辈就算拿到租金补贴 他也没有办法租到房子 所以都更的中继宅就成为一个 都更能不能够成功与否的很重要的关键 那另外我们接下去 会有非常多的学校也会开始改建 所以都更中继宅会设计在跟学校改建的同时 能够让他成为那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中继宅的居点 那同样的在旁边附近周边的都更案件的民众 他如果真的没有地方去居住 那我们还有一个中继宅可以做调配 那12个行政区我们希望他都有一个这样的中继住宅 因为上一次发生了 大家还知道文山区曾经发生阳台掉下来 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 那如果掉下来这栋要拆掉的话怎么办 那我们台北市政府现在有的中继宅 只有在集合国宅在南港 那一天我还记得我想要安排文山区的民众去住中继宅 他们一听到在南港 他们就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 因为整个生活就学就业都在他整个区域 所以每一个行政区有类似的中继宅的设置 可能会是未来都更或者是在像类似发生紧急事件安置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们会规划中继住宅来协助都更户的安置 那也加速推动所谓防灾性都更的进展 所以都更3.3的概念是从第一点叫做加强沟通政府协助 第二点我们希望有中继宅 第三点要公开还要有相关的公益 最重要是要公安 所以我们希望这支影片其实是宣示 黄珊珊参选台北市长都更政策 会是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未来将近20年的时间 我们有非常多四五楼的公益必须要开换 那在现在如果不开始做 到未来的极端气候或者是有天灾地变 其实对台北市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确实有很多的老区 确实不要说都更连后火灾 消防车救护车都进不去 所以这是一个民选的市长要面对的一个priority 我也可以老实跟各位讲 2013年到现在我碰过无数个市长 这些理念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了 但是她大概是唯一一个愿意说好 我们真的愿意来干 我是觉得我很佩服这个珊珊的这一点 就是说一个民选的首长 我们常常心里面都很为难 你到底想做对的事情 还是做逃好民众的事情 结果她选择要做对的事情 我也警告她 你要做都更 其实你会付出很大的政治代价 因为里面会有很多非常细节的事情 所以她刚刚做完了这个报告以后 我可以身为一个教授 我大概可以讲说这是一个 不只是一个非常好的学生 而且她是一个完全可以操作的计划 就说很多人讲都更都更 它不是两个字而已 里面有非常细腻的操作 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老百姓的权利跟义务的交换 你如何要照顾这些弱势的人 住在里面的人 一个apartment都是她一生的积蓄 所以你要如何在这个过程里面做到透明 做到公正 然后双赢 最后是双赢 台北市赢 这个都更互赢 然后全民都赢 而且不是为了做都更而都更 而是在这里面 你的社会住宅 你的长照 你们所有东西都要一起包在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我们台北市这个案例 我一直跟珊珊讲信不要太大 一个成功的案例做出来 事实上大家就看了 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把最新的都市设计的概念摆进去 所以我今天我很乐意来支持王珊珊 给她我所有应该要有的专业 她以后选上以后 这才是难题的开始 我们一定会替大家监督她 一步一步的把所有东西都落实 而为什么会把都更列为重要工作 黄珊珊说 因为每次与里长见面 地方上都很关心房屋老旧的问题 你问大家这个地方有什么需要 大家都会说 我们这里很老旧 我们的房子 我住在五楼 我都不太想下楼 因为我爷爷如果生病的话 我们全家都要有人请假 也就是说对于人民的生活 最在意的是 他生活周边的这件事情 他为什么会成为最重要的 刚刚武老说 我当了二十一年的市议员 各位我有协助过大概十处以上的海沙屋 的都更 有个联邦和家欢 我整整协助了他们十八年 从九二十一开始到最近他们才盖好 才入住 所以对我来说 都更就是我当市议员 每一天协助民众最困难的事情 所以都更对我来说 他已经是我在台北市服务民众这么多年 我觉得我每一天碰到的民众的问题 都是这个问题 第二有很多人他不是不想多根 他是走不了 所以上次我才说 我们可能要提供所谓的中继宅 中继宅不是政府做而已 包括我们上次也不是提过 有关很多旅馆已经改设宅 他其实也可以将来成为我们民间的中继宅 如果我给他租金补贴 然后这个地方又可以 这个旅馆又可以接受老人进来租的话 其实我可以短期内提供很多的相关的中继宅 这样可以加速度的 有媒体询问李鸿源将来是否会到市政府担任副市长 李鸿源则表示自己年纪已经大了 要让年轻人有机会 他相信在体制外客观的监督 会比体制内效果更好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打工诈骗事件层出不穷 为了要保护学生远离打工陷阱 由台北市文山区八所大专院校组成的 文山联盟与人力银行合作 共同宣导反诈骗 并帮助打工的学生铺设安全网 以行动表达对学生权益的重视 一起打诈骗 大声呼喊口号 由政大市新中国科大等八所文山区大专院校组成的文山联盟 与人力银行合作共同宣导反诈骗 帮助打工的学生铺设计则安全网 以行动表达对学生权益的重视 那我们学校是有学务处透过影片还有政府的宣导 那我们最重要是提醒我们的同学要特别注意三要七步的原则 然后来小心防诈骗 这个是我们提供的一个影片还有宣导 那我们一般都会透过导师来跟同学做宣导 也会利用集会的时间也来做宣导 那这个部分呢 因为现在网路也很方便 我们也可以透过通信软体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群组 也可以提供我们相关的资讯给他们 让学生知道怎么样来防止诈骗 那当然啦 如果有遇到的时候 我们希望他立即报警 或者是利用165防诈骗专线 来作长报警的一个保护动作 去打工 那你就急着就是要赚钱 觉得赚钱 那就可能就会有被有心人士所利用的 第一个可能是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你的资料被用了 什么资料 薪资账户 他说你要这个汇款给你 还说你要提供你的账户 或者是你的身份证 等等这些会有手机 但是这些东西可以申请 邮局银行的存账户 可以申请电话 那就变成什么 他把它运用成诈骗的 换缺工具的人头账户 人头电话 那这个部分在实务上 是把它归类是属于帮助法 那这样子来讲 那就变成一个 一个公安结构里面 那有一个更惨的就是说 我告诉你 你这个地方 你行者很低 根本就没有什么风险 你就帮我领钱 就变成什么 一般的厕所 那厕所是绝对是公安结构里面 主要犯罪的 那所以说这样来讲的话 这两个是我们在学生 打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 我们学校对于整个防诈骗是透过多应管道加强宣导 不管是从网页方面或是在日常课程当中还有新生的这个成长营 那我们也透过有奖增打来引起同学更多的一些认识有正确的观念 那我们呼吁一方面是要停 看 听 这个主要配合我们政府的机构里面 停就是你必须要保持冷静 然后听 看的部分就是要立即查证 小心查证的部分 那听就是必须能够立即报警 那165的部分我们是透过这样的情况 第二我们在有关相关的 不管是国防教育课程 或是我们生命教育的情况特别提醒他们 尤其有一些这个号称钱少的部分就没有关系 但是假如钱多事少又离家近或离家远 这个马上就要有警截性 因为不可能天象掉下来的礼物 让同学有这样庆了一举就可以得到一笔很大的钱 那我们有几个是一定会宣导的 其中一个就是对于在台北学校附近 然后如果有一些工读的这个时候 那要怎么样去胜选 那其实四星大学传播起家 然后其实我们很多对于那个媒体 或公关广告行销传播很多的 其实学校其实在生涯发展组 我们有设一个专区 就是刚刚我们是先筛选过 有一些比较这个体质上比较健全的一些业主 我们会把这些资讯po出来 我们欢迎学生就是优先的来 来选择我们推荐的这些打工的场所 那一来除了可以有一些经济上面的收入 再来可能也跟本质学能上面有所口怜 那我们在宣导上面 其实如果学生自己去外面找的话 我们也会特别提醒说 对于这个学生的这个工作的时候的权益的保障 我们也特别宣导这一块 根据TUN大学网调查结果显示 超过三成大学生打工时曾误入陷阱 最常遇到雇主为依法投保 工作内容不符或工作量分配不均 薪资低于基本工资 雇主为依法发放加班费 以及巧利明目扣薪及压榨工资等 当下有觉得怪怪的 那他又叫我提供家里的地址 他会寄货过来 他说不用付运费 然后接下来他就是 当时他又为了博取我的信任 他就去拍他的身份证正反面照片给我 因为我当下我就 因为卡片也拿回来了 那当下的损失可能就是我卡片 就是在银行冻结 所以我可能要去解冻 然后因为事后我就没有理他 我就直接把他封锁了 我在社群软体上面 我找到一家甜品店的打工 那面试的时候 那个老板一开始跟我谈好的薪资是两万六千元 然后工作时间是下午四点 然后到晚上了十二点多 而是慢慢做一段时间之后发现情况不一样 我常常工时就是做到最后面都半夜三点多才回到家 老板也没有给我加班费 我领到薪水的时候实际领到只有一万七千元 然后我跟老板反应 老板是说扣掉餐费 我想说餐费怎么扣这么多 老板跟我 因为一开始面试老板是跟我说餐费是免费的 其实最怕的不外乎是遇到挂羊头卖狗肉 就是说比方叫你去做家庭代工 又或者是桌边服务 结果却要你做一些犯法的事情 那另外还有怕薪资根本就是低于标准的 比方说这个时薪低于法庭标准之外 另外还有怕说没有帮忙投保劳健保 这个也是学生很害怕的 另外还会遇到一些诈骗陷阱 比方说是我们知道说会有一些可扣薪资的情况 又或者是不给加班费 那这些都是同学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几个地方 那在这一次的文山联盟呢 其实八大学校都非常的力挺 那我们呢也是在这个学校校园内 已经做了一些防诈骗的懒人包 也做了一些安全网 为的就是希望说学生不要被诈骗 那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三要七步的原则 也就是说一定要记得说要存疑要去查证 另外一定要告知家人 那不要的话当然就是不购买 不缴费不办卡不随便签合约等等的 这些呢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黄若薇表示针对国内厂商刊登职缺 必须具备经济部商业司登记合格证明 透过政府官方网站查询 确认内容无误才能刊登 若有派驻国外的职缺 也会加强留意是否为高风险国家 以保障求职者权益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带着体操小选手赢得荣耀的艺人瑞莎 近期担任阳光基金会大使 与孩子拍摄公益广告 面对烧伤严损儿的故事 瑞山山蓝泪下 期盼大众用爱和同理心 来帮助他们快乐成长 烧伤孩子不仅要承受 无数手术附件及异样眼光 连同父母也承受极大压力 年仅五岁的西西 因为意外全身有23.5%烧伤 也因为创伤反应 原本开朗的个性变得静默 在阳光社工治疗师的附件生活 照护下 西西逐渐克服许多困难 不再孤单面对身心伤口 西西那时候受伤蛮严重的 我到现在想起来很难会想哭 因为那时候 全身两个字23.5%烧伤 然后其实都是三度的 对 然后在医院的时候 最近张并有以前几天 她几乎都是不舒服闹 没有情绪 连护士都担心 说西西怎么会这样子 对 后来才知道说 西西因为受伤 所以有那个创伤 对 然后后来第一次历经了四次手续 清创 食品 对 然后西西在那两个月的时候 非常痛苦 第一次手术之后 因为全 那个她只受伤的地方都在背部跟屁股 所以躺在病房的时候 那个湿力也不是在屁股 所以我就必须用两只手 我的双手去拖住她的屁股 让她不至于说 那有难过 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之后手术完了 帮门长出来了 养 养的时候晚上睡觉 根本没到处控制 你把他绑起来吗 不是 对 然后常常整个早上起床 满手都是血 被子都是血 对 然后后来 好多容易熬过两个月 医生说 妈妈也会出院 我担心来 怎么换药 怎么复健 然后那时候沉香之去 我们做的地方比较偏僻 然后那到医院不是 因为伤口太多了 对 然后因为健保规犯 我们就是那时候必须出院了 然后后来接触到阳光 因为那时候发现惩罚的时候 我就有注意到阳光这一块 后来接触到 幽视到 然后阳光就去我们家里加法 然后教我们怎么互健 怎么治疗 还有那后续的伤口照顾 然后还有那个生纹的方面的照料 该怎么去照顾他 帮助他 然后后来呢 每天都几乎两个小时 洗澡 就要两个小时 要把那伤口刷干净 刷到有血为止 对 然后照料又是一回事 伤口 疤痕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每天大概 我要花二到三个小时 去处理他的伤口 还有疤痕 对 然后 感谢阳光到我们家去加法 教我们 说怎么照料 怎么固件 缩短这个时间 对 这样子 而小飞一出生 又眼周围 就有胎田木斑 与爸妈外出时时常遭到侧目 家人不愿小飞 受外人指指点点 让小孩做垒射治疗 庞大的治疗费靠着阳光社工积极连结资源 提供医疗补助 才得以输坏一家经济与照顾压力 他是过去到七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开七八个月大的时候 他开七八个月大的时候 大概越来越深 他现在是死的愿大的状况 其实到死里面的时候 他整个几乎是深黑色的 就像我们穿的T恤 还深黑色的 然后后来 因为我们一开始给医生问说 这个是人会消掉的 因为他刚出这时候 其实他全都排挤 甚至说 连他人可能他有个家宝 像蒙古巴就可能会消费 对 那医生就觉得有什么骨斑 那直到妈妈觉得不对劲 我们越来越深 我们这脸 身上是消掉 但是微服就是说我们脸也消不掉 越来越多 范围越来越大 然后直到我们回诊之后 才发现说 他其实太远远远远远 是消不掉的 然后一步过程中 小菲经历过 阿妈要询问 那就是我妈这个 是 我妈说 是不是因为我老婆家开发 用了奶剂 所以导致他领域是什么样子 那这是没有学问错 他其实会有一些怪罪的感觉 对 然后甚至说 像因为我老婆家也开好了 过程中 他的家人的一些客人 就是客人 就会说 是不是因为我老婆去救援 去救援过程中有盖印障 所以导致的都可以拿来接 对 床不盖印障 盖印障 所以小朋友才会有开机 更深的是说 我们连去分大卖场 去家乐福的时候 玩的东西 甚至 有个小朋友问他的妈妈说 为什么 我家小朋友也想会有开机 是 结果 我那个 他妈妈就这样跟他说 那一定是他小朋友 上辈子做了太多坏事 或者是他妈 这个 做了什么坏事 所以老实在这辈子 变得怎么样 这时候是一世纪的现在 这个蛇血 这发生在我小朋友 在三岁的时候 然后 就连我小 那个 我小姨子 就我姊姊的部分 也常会问我 中间公园 他就说 为什么这指路不然 因为脸不血 而血不干净 然后知道 会加 因为我会想要做手术 你要不要提到 那是因为 那时候 小朋友跟我说 爸爸为什么我脸是血不干净 为什么 现在张夏琦 没有 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 我才能说什么 没关系 爸爸会洗你漂亮 帮你把那个 脸血干净一点 只是这帮 这都会把我做不到 才会呢 这一次呢 第七次的时候 第六、第七次的时候 然后当他时候刚好 就刚刚讲 那两个会他脸脏脏的 所以后面刚好接着 他后续要做手术 然后他觉得他自己脸很丑 所以呢 就陪他一起 把脸上做完彩绘 然后陪他一起 虽然放肩 要找大家一起吃 但没有什么东西 一起去吃饭这样子 对 陆续过程中 其实很煎熬 我老婆也常问我说 常问我说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所以才跟小朋友这样子 我是不是把小朋友服务好 我跟他说 并没有 这个东西 不是你的错 也不是小朋友的错 因为世俗的眼光 最很好 这五遍的这个样子 事实上 眼上有太近错了吗 并没有 艺人瑞莎也特别大言 力挺陪伴 能够找多多帮助 给谁要的小朋友们 是 刚刚听到爸爸妈妈的故事 觉得很心疼 然后 真的很坚强 当然是每个爸爸妈妈 希望自己的孩子 平安健康 最重要的 那这个世界上 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我们真的坚持面对 然后坚强 我那时候其实 心里很想来尖叫 但是我试着 就是不要让他看到 然后就很 就试着很冷静 然后就是很正常 没有让他看到 我其实心里很紧张 然后 他还是有一点点感受到 然后还帮我按摩 然后开始跟我玩 相信就是想 就是像很厉害的 很厉害的一动员 像一个国手 要当冠军的时候 就会很坚持很坚强 他就是 虽然他才四岁 但是他让我真的 很非常的感动 我一直觉得 每一个孩子都应该要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自由 自在的长大 但是阳光的孩子 没有这样的待遇 他在他们成长过程 可能从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要开始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手术治疗 那是属于先天的 严准的孩子们 另外当然也有后天的孩子 他们因为意外 遭到了 不管是烫伤 烧伤 那除了治疗 手术也是 不断的要进行 然后还要有很漫长的复健 这些手术跟复健的历程 连我们大人都受不了 都很难熬 但是我们很难想象 这些孩子是怎么样熬过来的 那但是我们从 阳光从陪伴 一个又一个的阳光小孩 阳光孩子长大 也看得到他们生命中的韧性 那最重要的是 除了我们 阳光基金会的专业伙伴 还有整个就是爱心企业伙伴们 还有社会大众给他们 不管是在心理上 或者是实质上的捐助经费 来支持阳光的身心理重建服务 来帮助跟陪伴孩子 然后顺利的度过这个历程 这些经费跟知识都非常重要 那因着他们的需求 阳光除了提供医疗补助 因为毕竟实在耗费太多的医疗费用 我们必须让他们跟家长们 能够比较安心无虞的 能够度过这些医疗的历程 那孩子们 我们会有提供 儿童游戏治疗 以及这个复健服务 那对于家长也有期待 能够尽量的支持他们 能够无后顾之忧 但是可以想象 我们看到这个孩子都会很揪心了 何况是爸爸妈妈们 一直在人身边陪着 会单身 然后会想到孩子的下一步 我觉得这一切的状态 这一切的需求 都非常不容易 阳光基金会每年陪伴 近四百个烧伤严损儿 家庭走过艰辛附件历程 从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不仅有爱心企业响应 也邀请大众来支持 记者温文君台北报道 HOME PLUS 中佳宽屏 在地影像赔利与针件计划开始咯 即日期到12月15号为止 豐富奖励得你来拿 詳请请假中佳新闻FB粉丝团 或扫描针件简章QR Code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話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中 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 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为了要鼓励无私奉献解决台湾社会问题的杰出奉献者 玉林台湾奉献奖举行了颁奖典礼 今年共选出1位奉献奖与5位鼓励奖得主 其中荣获奉献奖的是财团法人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 董事长许金川说相当感谢玉林台湾奉献奖给予的肯定 由公益信托林玉林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 攜手财团法人林玉林宏泰教育基金会 办理的玉林台湾奉献奖 至今已颁发5个奉献奖 14个鼓励奖 110个甘领奖 今年第六届玉林台湾奉献奖得主揭晓 由财团法人干病防治学术基金会获得殊荣 肯定甘基会28年来推动台湾干病防治 及创新研究的奉献 我想要相对干病不是一处可及 但是假如有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 像玉林基金会社会更多的爱心人士或企业 他们能够预服百应一起加入保肝的行列 我们消除干病 根除干病的支持就会更早到来 未来十年我们主要的消除干癌 早期发现干癌的最重要的手段 就是全民护照运动 台湾的狗犬不管你有没有BC干 每个人一定要一年至少做一次 假如你有BC干至少半年要做一次 这样的话干来就不会太晚才发现 就不会造成悲剧 今年也颁发五个鼓励奖 分别由财团法人立新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 上河歌仔戏剧团 财团法人天主教耶稣会台北新式社会服务中心 财团法人台北市科学出版事业基金会 社团法人台湾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获得肯定 主办单位公益信托林玉玲 宏泰教育文化公益基金执行长林宏南说 恭喜今年的得主 也感谢他们为台湾这块土地的长期奉献 我们当时创办人他就是觉得这些默默为台湾 长期奉献的人是很伟大 所以他就自己决定要办一个台湾奉献奖 对 那我们一开始办也就想说就是一位得主 但是林选委员他们自己在选的时候就觉得 如果就这奖项只给一个人的话 感觉起来好像不容易做决定 所以我们就在第一届的时候又追加了鼓励奖 对 那一路这样走来 其实我们是真的看到很多很伟大的奉献者 那所以我们当然办这个就办得 越办就感觉越开心 因为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真的就是在 在长期为台湾奉献 那你会被这些人感动 那我们也慢慢的也体会到 就希望未来也能够帮这些长期的奉献者 帮他们把他们伟大的事迹 推广给台湾的民众知道 那希望也能够感动民众 让大家一起携手来来继续提升台湾 奉献奖得主奖金新台币三千万 鼓励奖得主奖金新台币三百万 主办单位希望透过玉林台湾奉献奖的举办 让更多人学习无私的奉献精神 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为台湾带来正面向上的力量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道 内湖区大湖里近年来饱受米粉坑溪的淹水之苦 为了要尽快解决淹水的问题 里长向市府争取新建成沙池 而为了让地方民众与地主 能够了解新建成沙池的理念与争取的状况 里长特别召开地方说明会 也感谢地主了解地方民众的心声 为在大湖里内的米粉坑溪 近年来遇到台风或强降雨 溪水就暴涨造成里内大淹水 让居民苦不堪言 包括有一些阳光楼的阳光屋的屋主 他等于是一半在地下室 那个部分整个都是淹满的 所以淹满的情况下 我们这边的淹水的状况 真的是很痛苦 都是泥巴水 不是清澈的水 都是泥巴水 所以一些过往瓢朋友 相对的一些电器用品 都是卡的一些衣泥在那边 为了尽速解决淹水问题 里长向市府争取新建沉沙池 而为了让地方民众与地主 能了解新建沉沙池的理念 里长特别召开地方上的说明会 也感谢地主能了解到地方民众的心声 我们社区的民众当然就了解说 我们为什么要兴建这样一个沉沙池 包括地主也能够充分了解 我们这一次的提案 争取的部分是沉沙池的部分 所以不是当初规划 制洪沉沙那个面积那么大的一个区域 所以地主也比较能够释怀 跟应该可以比较接受 小面积的征收这样子 大概是从我们路口这个停车场 大概到这个竹林这边 这一带比较平缓的这个区域 那山坡的部分基本上 应该水利处不会去动到 因为那山坡的部分 有时候还要做一些水保的部分 可能比较麻烦 我们希望说 该市政府该改善的一些 该兴建的一些设施 完成之后能够消除掉 我们这一些一楼受到水威胁的状况 能够排除掉 所以我们一直在争取相关的设施的 一个兴建跟改善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 举办这样一个说明会 主要是说明给地主跟乡亲 他们了解 我们争取这样一个案子的理由 跟我们的想法 李长说他将持续进行地方上的沟通 如果顺利的话 预计明年下半年 能够启动沉沙池的兴建 地方民众也期盼 未来沉沙池兴建完成后 能解决淹水问题 让大家安心生活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舟 与慧光导盲犬学校交流 了解台湾目前导盲犬的环境现况 同时也体验导盲犬引导 并承诺如果上任的话 会协助推动导盲犬学校 要改善的地方 你会往左边稍微倒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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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Ari 倒椅子 Ari 倒椅子 你会发现他底下 你会见一下你的右手 往前面都倒椅子 你摸会他 对 再往前面一点 手倒椅子 蒙珠眼睛体验导盲犬带领的感受 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 与慧光导盲犬学校交流 感受盲人的不便与需求 同时了解台湾目前 导盲犬环境推动情况 其实现在相关不管 从住宅法或是 生权法里面都有所保障 也定的相关的一些规定 也都是相当的进步 那现在差别的就是在整个 的一个观念的转移 社会怎么样能够更了解 那我们在政策面 如何更友善的来做这件事情 我相信这时候 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那确实以台湾来讲 我们现在大概是30支 40支左右 是比较少 那所以未来怎么样能够 更多人加入这样的一个 捐款的计划 让这样的一个导盲犬 能够受到更好的照顾 我常常在讲说一个政策 最主要是要照顾到人 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点 那怎么样三代导盲犬 就能够加会 在我们身心障碍 有视障的人的身上 那像刚才我这样 把眼睛遮起来 虽然一小段 但就感到彷徨无助了 但是有导盲犬的帮助的时候 心里就心心的健康 就从刚才我们的朋友 在电视 在里面在讲的 就是说 他不但可以帮助到 身心障碍的人 身心障碍又可以去帮助 身心障碍的人 那这样把爱传出去 所以在社会里面大概有几个 一方面要帮忙宣导 刚才讲说 事不宜问 就是他开始在工作了 就不要去乱摸他 不要去抚摸 不拒绝 不呼叫 不抚摸 还有要主动去询问 这些都应该要积极来推广 那我相信 在辉光里面的帮忙之下 未来这导盲犬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未来我如果当市长 我要怎样加强劝募 加强的一些工作 这我一定会来做 惠光导盲犬学校秘书长 陈雅芳也表示 目前市长者对于导盲犬 还是有一些保留的观感 包括照顾导盲犬 他们正努力让其他市长者 了解带导盲犬的方便与优点 另外像是餐厅业者 房东雇主 也会对于市长者带导盲犬有疑虑 希望能够加强宣导 让整体环境对导盲犬 与市长者是一个友善的环境 今天很开心就是来到这个现场 那做一个导盲犬相关的宣导 那我们也蛮希望说 因为现在 其实大家对导盲犬的认识 是普遍比较都知道 也比较友善 那我们也希望说 在未来的政策方面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市长者的一个居住 跟一个就业的一个 是不是有一些措施 能够去鼓励 包括说一些房东 或者是说一些 他们的可能的雇主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宣导 让他们能够愿意 接受市长者跟导盲犬 那他们的环境能够更没有障碍 这个部分是我们蛮希望 未来有机会可以看到的 那其实我们一直在宣导说 就是导盲犬的培养非常的不易 所以大家其实如果对于 市长者的关心 跟导盲犬的关心的话 可以透过很多的方式 来做一个改善 我们刚刚提到说 其实现在在台湾大概只有 现役的大概只有三十几只的导盲犬 但是市长者大概有六万名 所以一个一百比一的比例来讲 其实大概会需要到 大概将近六百只的导盲犬 才是一个合乎一个 大概国际的一个比例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很希望说 不管是在一个经费的益助上 或者是民众对于这个 我们的关心跟支持 包括说经费上的这个赞助 或者是说一些导盲犬的一个 养成上的一个寄养的志工 来做帮忙 跟我们的一些观念的推广 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 有一些友善的商家 可以来放一些 我们的宣导的一些文宣 或者是一些捐款箱 这些都可以 不管是小的力量 或大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都可以让导盲犬的培养更顺畅 那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这个惠光导盲犬学校是 台湾第一个培养导盲犬的机构 所以它等于是创始的一个机构 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久一段时间 那早期我们家也是寄养家庭 就是小狗来的时候 要先学习一些社会化的过程 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 也可以跟我们惠光导盲犬学校 来联系 成为这个寄养家庭 那除了这个幼犬可以寄养以外 它在服役完之后 就是说它工作完以后 退休 它退休以后 也需要寄养家庭 现在 蔡英文总统的官邻有三只导盲犬 就是当时的这个 它卸下工作之后 退休之后的寄养家庭 也欢迎大家可以共襄盛举 好 陈时中提到 怎样能让更多人加入捐款计划 让导盲犬受到妥善照顾 进而实际帮助身心障碍人士 是推动相关政策非常大的重点 承诺若当市长会建立友善环境 加强宣导 让大家了解导盲犬的功能 他们对社会的帮助 以及对生长者的需要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 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 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 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 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台湾边境10月13号重新开放 总统蔡英文在交通部长王国才 立委蔡适应的陪同下 视察基隆港旅运大楼 邮轮通关服务 旅客检映设施等 复航整备 期盼更新软硬体设备后 一起努力拼观光拼经济 台湾边境解封 总统蔡英文14号来到基隆港 旅运大楼视察 关心邮轮 附航整备进度 包括对于是不是有 攜带违法的 动植物的一些产品 那海胶这个就是重点在于 烟酒现金是不是合法的 有期待 在出境的路程当中 他们也会做一些 证定的一种宣告 蔡英文一一视察 通关和安检设施 期盼去年完工 启用的基隆旅运大楼 在国门解封之后 提供更好服务 对中央长期支持基隆地方建设 刘昌在支持时 特别强调 东岸的基隆塔即将完工 将结合游轮旅客 一起带来地方繁荣 那基隆港在这个 市港展示标案计划里面 几乎已经大致完成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基隆市港 打造成为一个宜居 而且适合游轮旅客来观光服务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港市的环境 那在六月份 城市博览会的时候 从红到的是西岸 那总可以有看到整个西岸 游轮旅客大楼的一个整理 另外我们今天来到的是东岸 那整个的一个市港的一个环境 我想现在已经具有一个国际级的一个水准 驴域通关的一个速率 也大幅的一个提升 所以简单来讲 基隆港市已经准备好 再次迎接国际以及国内游轮的一个旅客 那另外呢 那我们在最近这一两个月 还有几个重大的一个 城市建设的计划跟工程也即将完成 而第一个是我们的 东岸的基隆港 也即将在今年年底 完成来进行试营运 那就会跟我们东岸的 游轮旅客大楼就可以串接在一起 然后可以连接上我们的 希望之秋中村公园 形成一个三海的一个 油气的一个环境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是在这个月的 这个二十二号 我们的危害营区 也就是军港西迁 即将进行拆清的工程 这几年来 我们大家都拼得沉默 所以非常感谢总统的大力支持 那为了在这个部分 其实全力全力全力 今天虽然我们来这里 看了视察之后 我们的邮轮还没有进来 那早上我在立法院 请教部长的时候 部长也说得非常清楚 就说我们邮轮的复航指引 目前正在疫情指挥中心做最后的审议 希望进速来完成 那进速完成之后 未来就要和我们公司在这个部分 跟邮轮的业务者尽速来掐上 我觉得不是只是明年来 也许明年就可以来 也不一定 只要我们完成相关的准备工作 欢迎所有的这些业职 我相信更多的邮轮客 会来到台湾 那过去很多 基隆市民都提到说 邮轮客来台湾之后 好像都不会留在基隆 又怕到台北去了 那刚才我们的市场也说得很清楚 基隆市相关的配套的工作 一步一步的落实 国门光场 海洋光场 基隆塔 新的周遭广界落成之后 会让许多更多的游客 愿意留在基隆这个城市 即前一天视察桃园机场 总统蔡英文来到基隆视察 海运解封 象征告诉全世界 台湾已经做好准备 记者 黄绍明 基隆报道 而边境解封 国门开放 为了迎接后疫情观光时刻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到 基隆仁爱市场推广在地美食 也到阿拉保湾部落体验世间文化 哇 好好吃的样子 我跟总统报告 这个是弊点 这边是最好吃的 来到日本料理店 总统蔡英文当场点餐外带 那爱市场的楼上 现在已经有点 是不是不知菜市场 算是美食店 那国外的游轮的观光客 也会来这边 也会来这边 然后台北或者双北的客人 很喜欢 这个要是游轮回来 会更忙 总统蔡英文到汤圆店 享用起猪肝肠和咸汤圆 爱吃小吃的总统蔡英文 频频点头称赞 连水饺滩 天妇罗滩 通通走过路过没有错过 亲自来 基隆人爱市场走一趟 就是要告诉大家 台湾观光准备好了 相信在稳定控制疫情之后 开放了国门 我们整体的社会 会迈向正常生活 而且这个步伐会越来越快 那我们也会再一次的 带动新一波的国旅的热潮 所以我们也希望很多 更多的台湾人 大家能够来这里走走看看 来基隆看港口 还来体验我们阿美族的文化 蔡英文也到阿拉保湾 原住民聚会所参观 听取简报 这龙固井其实是古迹 那这个过去呢 因为有很多的垃圾 还有停放的车辆 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 因为这个居民还在用的水 所以我们把这个井盖 做了一些设计 然后这个是融合了在地的一些 文化的这些发展的一些故事 然后做了一些镂空的 雕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总统蔡英文和 金融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思英 一起手做DIY之外 也品尝部落美食 还有我们最漂亮的 是中文交代我们贵宾的席老 跟那个山豬肉 用马告去腌制的 希望你们喜欢 市长林又昌 亲自示范射箭活动 总统蔡英文频频拍手 太厉害了 好强好强 我非常谢谢这个头目 还有很多住人同胞 他们这几年来 跟市政府一起合作 所以初步有一些成果 那特别带总统来体验 然后也希望能够透过总统的加持 让这个部落的未来 变成是基隆和平岛地区 最棒 而且最亮眼的一个特色的 一个文化观光旅游的基点 我今天到这里来非常高兴 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喜欢 这里 刚才那个菜看起来非常的好吃 真的 我看过最好吃的 那个我们原住民部落 阿美族部落的菜 我不想会不会对其他人不敬 但是真的看起来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来这里 走走看看 跟我们阿拉保湾文化的聚落 跟我们的族人在一起 一起共同来享受 我们阿美族的风情 首次来到阿拉保湾的总统蔡英文 对金融市长林侯昌八年经营用心 相当称赞 国境开放后 疫后复苏 台湾拼观光正在全力启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金融沙湾历史文化园区 周边古迹陆续修复开放后 停车需求大增 金融市政府方面 争取到前瞻建设经费 规划新建281席的停车位 立体停车场 交通处特别举办地方说明会 目前已经完成都市计划 审议程序 预计今年底发包动工 金融沙湾历史文化园区周边古迹 包括教官眷设 要塞司令官邸 要塞司令部 及太平轮纪念碑等 陆续修复开放 游客停车需求大增 金融市政府因此争取前瞻经费规划 在祥风街与风冷街 41项新建停六立体停车场 目前已经完成都市计划审议 预计年底发包动工 目前要塞司令部停六停车场的 一个目前办理的进度 我们已经完成都市设计 审议的一个审查 还有随路保持的审查 也都已经通过完成了 那目前在进行三坡地审查的 第二次的一个审查 那我们预期在最近也可以完成 那我们也积极地在处理相关 细部的一个设计图说 那假设完成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来上网公告招标 工程的部分 我们希望在今年年底 就可以完成发包跟动工 那预计的工期大概是900天左右 所以大概是两年多的一个时间 那假设一切顺利的话 在两年半以后 大概就可以来完成 那整个停车场的部分 是地下一层 地上四层的一个建筑物 那包括顶层也可以来提供停车 那总共规划的一个停车数量 是281席的一个汽车位 不过因为停车场范围 现有自来水加压站 西洋市政府交往处方面 将先协助自来水公司 进行加压站地下化工程 因为前面靠近正风街的部分 是自来水的一个加压站 那自来水加压站 也是在停车场用地的范围内 所以我们也会协助自来水工程 把加压站重新做一个改建 然后建立这个地下的一个 除水槽 还有未来提供 比较好的一个自来水的环境 江处也在地方举办说明会 对于施工期间 对周遭环境停车出入动线 及建筑物安全影响等 逐一说明沟通并听取地方意见 希望这项立体停车场工程 在地方支持配合下 能顺利进行 记者张旗团金融报导 国民党的基层凝聚状况 到底如何呢 议长蔡旺连服务处 举办了百福社区的助选活动 议长蔡旺连说 虽然风强雨大 但现场还是挤满了支持者 可以看见国民党的高强度组织 希望百福社区一定要赢 千万国良动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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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们的基层 还在并没有收购好不好 虽然天气被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真的是风强雨大 但是没有交袭百福社区 基层的国民党支持者 从四面八方而来 展现跟过去不一样的凝聚力 风雨兼诚加油动蒜声不断 因为雨下很大 本来依据说可能来的人数不会很多 那结果还好今天 还来了一百多个人 这可能就是我们去党部的他们这些党务工作人员 多多少少去打一些电话 也没有预期说今天人数会爆满 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天愿意冒着风雨来这里 非常感谢他 我在这里先预祝我们 谢立委能够顺利当选 这一次的基隆市长 所以拜托大家 给国梁一个机会 我们把招商引资 把企业邀请来基隆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大家说好阿嬷 好 谢谢 还有第二项 就是我们医疗的品质 所以我拜托大家 我们时代的健康 我们孩子的健康 是我们最重要的 拜托大家 给国梁一个机会 我真了解 也很有感受 我们把基隆医疗品质 提升 把更好的医生 邀请来的基隆 给我们时代的健康 大家说好阿嬷 好 小爱爸爸 如果是做市長 我要把全基隆医的公立 和私立的国秀 初中和高中 都用一个有效的方法 来给我们的教育品质 提升 让我们好的孩子 有想要讨论的孩子 都可以留在基隆 议长蔡旺连也提到 目前选举的状况 因为传播科技环境的改变 加上网路手机社交软体 变得非常多元化 但除了空站也要入站 候选人跟选民 有面对面的请托环境 才有办法展现诚意 与温度 增加认同与支持 国家公司 国家公司 记者黄润生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 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